昨天下午,中纪委宣布双开辽宁省员副省长刘强 通报中指出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为提任副省级领导干部 利用职权搞有组织的拉票汇选活动 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2011年,沈阳市委副书记苏鸿章通过拉票汇选 成为省委换届的黑马,一月入常 后任省政法委书记 据媒体报道,苏鸿章PK票的对象就是 是辅顺市委书记刘强 2013年,刘强晋升副省长 如今被证实也是通过拉票汇选上去的 两个冤家对头先后因同一事落马,何其讽刺 不仅如此,刘强2013年离开辅顺 当时的辅顺市长出任书记 大连干部鸾敬伟被调来补缺 鸾敬伟以搞迷信活动被中纪委述为典型 他把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寄望于大师的预测上 2015年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和一个著名大师见了面 对方信誓旦旦地告诉他 有惊无险,没有任何问题 分手后,大师还发信息告诉他 确实没有问题,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 刘强和鸾敬伟虽然在辅顺没有碰上面 但在搞迷信活动上达成了一致 长安街知事统计 18大以来明确被通报搞迷信活动的中管干部至少有17人 他们是 刘强、何廷、向俊波、王三韵、魏民洲、王银成、陈旭、陈树龙、黄兴国、张月、王宝安、卢紫月、刘志庚、龚清盖、白雪山、邓麒麟、李春成 此外,周永康、孙政才、周本顺、刘志军、朱明国、杨宝华、陈安仲等老虎也都被报道有过同样的行为 崇拜大师,求先问佛 周永康案宣判时,有一项特殊的罪名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具体内容是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 在其办公室将五份决密级文件、一份机密级文件交给不应知悉上述文件内容的曹永正 曹永正是一个所谓的大师 新疆三大仙之一 自称具有特异感知能力和预测功能 面对一个人、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一张名片 或者是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 便可在几秒、几十秒之内 感知此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找他看病的、预测的、心理咨询的人最多是从一楼排到七楼 曹永正 周永康是曹的信徒之一 曹曾专门为周在套间内按摩 为了感谢曹永正 周永康多次叮嘱时任忠实有总裁讲杰敏 要他关照、支持曹的生意 并称曹是他最信任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 周永康曾请一老和尚看相 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 但做干部之后 到目前都是副职 是祖坟有问题 周永康为此数次打电话 叮嘱弟弟修坟 后来又在无锡当地请了一名老和尚做法事 在民间 另一位大师王林的名气更大 与他过从甚密的省部级干部有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仲等 王林曾对刘志军说 帮你在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 保证你一辈子不到 朱明国在海南任职期间曾被人举报 帮他脱险的正是王林 王林表面上是在地下室连续做法两天两夜 实际则是利用其在官场的关系网 助朱明国过关 据媒体报道 朱明国顺利脱险后 专程去感谢王林 在机场见到王林时 当着众人的面给王林下跪 2011年王林重病时 辗转来到广州一家医院就医 朱明国为他安排了干部病房 还曾送给王林很多黄金和一支进口伯朗宁手枪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在多处住所内均摆设佛堂佛刊 每逢初一十五和相关佛教节日 都按时在家烧香拜佛 他见佛就拜 尽妙就塞钱 甚至家里养的一只乌龟死后 竟然专门手抄经文 连同乌龟一起下埋 风水布局 有权任性 2014年12月 王兴国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代理书记 从那时开始 什么时候把代理二字去掉就成了他最关心的事 为此不惜求助于风水 中纪委专题片巡视力鉴披露 天津市政府大院原本四个门都可以进出 后来西北门却被封上了 这是风水先生出的主意 黄兴国面对镜头承认 风水先生告诉他 你这个门开那么多 漏气 不聚气 天津营宾门前的景观石也被黄兴国换掉了 他自述原因 那个世间的 有点儿胸的感觉 后来就搞了一块比较圆滑的放上去 与李春成 白雪山相比 黄兴国的动静还算小的 2006年成都市建新天府广场时 时任市委书记的李春成选用太极八卦图 推翻原全球招标法国设计师形成的方案 只因为他认为太极方案能给他带来好运势 在一个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 李春成又安排道士做法驱邪 李春成还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燕 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元 其中数百万元为商人出资 曹永正也与李春成关系匪浅 曹的女儿曾导演过一场音乐剧 全国巡演至成都时李春成亲自赶去捧场 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白雪山主政吴忠世时 跟市政府门口的喷泉叫上了劲 至少改建过三次 每次喷泉刚刚建成喷水 他都说很好 而后没过几天 他就气冲冲地要求拆了重建 如果不一位两三名 他总觉得挡了风水 吴忠世一名退休干部说 白雪山还力推吴忠世区北阔 使市区与黄河联为一体 并修建了中华黄河楼仿古建筑群 当地官员接受采访时称 其目的多半认为黄河是龙冠宁夏的主脉 搭上母亲和能飞黄腾达 这些高官前赴后继的拜祷在大师先佛脚下 未必是其知识不足 而在于 一是求官心切 心理扭曲 像人民的名义中其同伟那样 太想进步了 二是手中有权 行事不受制约 因此为所欲为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武 他们的迷信行为 绝非发自内心的信仰 不过是把行贿受贿的那一套照搬过来 希望向所谓先佛大师行贿来获得保佑罢了 感谢观看